印度空军IAF刚完成两枚阿卡什防空飞弹Akash Missile的成功试射 这对于屡遭批评的该型飞弹显得相当重要 新印度快报New Indian Express报道 阿卡什飞弹是印度空军的机场防御系统可以针对电子目标发射 国防消息人士说两枚飞弹的整个飞行路线都在光电追踪系统的掌握内 表现得相当完美 这是该型飞弹的第三次成功试射 未来还会持续进行类似的试验 阿卡什飞是印度第一种本土设计开发和生产的防空系统 重量720公斤 全长5、8公尺 飞弹直径35公分 内有50公斤的高爆弹能够拦裁30公里处的空中威胁 最大射空为18公里 除了弹体以外预警雷达和追踪照明雷达也都是印度自制的 是他们国防自主的重要象征 该型飞弹采用需要进气的冲压引擎 这种设计流行在20世纪50至60年代 在现代已经非常罕见 因为它会造成弹劲比较大而不方便期待 即使如此印度空军还是为它设计了履带式和轮式两种发射车 有意将它作为印度的野战防空系统 然而在今年7月印度总省计长CAG发现这批飞弹的问题很大 播发给空军单位的飞弹至少30%都有缺陷 飞弹也缺乏储存设施 将会严重损耗飞弹的寿命 至少有70枚的寿命已经减少了三年 而每枚飞弹几乎都是几千万卢比 但是钱大多已经拨给了厂商 95%的拨款都已完成 中时电子报